这是白鹤滩大坝地基的建造过程 白鹤滩大坝建成后重量能达到2000多万吨 并且上宽下窄 因此地基部分需要承受巨大的重量 这就相当于你的手指盖大小的面积上占两头大小 为此需要浇注一个非常坚固的地基来承受大坝的重量 首先工程师们对这里进行了大量的地质勘探 大大小小打了近400个勘探洞 总长度达到了5万米 最终确定了河床下方是比较坚硬的角力容颜 它的完整性非常好 很适合做大坝的地基 接着它们在大坝两岸打通了五条岛路 将水改道以后河床也露出了水面 然后工人们清除河床表面的杀石之后 又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就是角力容颜丛的表面被11米厚 面积有三个足球场大小的碎岩石覆盖 为此它们要对碎的岩石进行暴破 同时又不能破坏底部的角力容颜 然而暴破这些岩石需要5500吨的暴破 如果采用传统暴破方式 肯定会对角力容颜造成严重破坏 于是我国的暴破专家们经过两年上百次的实验 最终提出了一种复合消能暴破方式 这种暴破方式是先在暴破孔放入一个铁球 然后再放暴破物 而铁球的作用是在保护底部岩层的同时 向上反射暴破产生的冲击波 可以说是一件双雕 最后它们用了2万个铁球 以及5500吨暴破物才将这些碎石清除 并且暴破后角力容颜也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岩石清除完毕之后 再对角力容颜进行打鼓住将 这样就可以把角力容颜跟底部的玄武颜 凝固成一个整体 最后在上面胶筑巨大的混凝土底板之后 就可以进行大坝的胶筑工作